好,那 接下来我们最后 第五章,我会讲前面一点点,我们把architecture 讲完,然后进到 进到一些addressing mode 的地方,我就停下来了 先稍微把前面的一些 重要的部分,就简单的一些 background,然后知道的部分,先把它讲完 然后我们下次回来,就会比较 好开始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就是PIC 18CPU,这一颗CPU,基本上它用的是 Harvard Architecture 也就是说,它把Program 跟Data Memory 把它分开,用两个不一样的记忆体空间 使得说,它在 它就变成是,它在assess,就是在 fetch 一道指令的同时,它又可以同时去对Data Memory 做 做处理,假设它今天在执行的时候,它有需要对 Data Memory 去做资料的搬动 不管是拿资料,或是写资料进去 所以它可以两边同时做,但是为了 Pipeline 的考量 所以它把它提了这种 Harvard Architecture,然后用了两个separate的这种 Memory,Program Memory 跟Data Memory 可以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之前有讲过嘛,PIC 18F 里面这个F,基本上是在讲说 我是用 Fresh Memory 当作我的Program Memory 所以这个F 指的是 Fresh Memory 那 Fresh Memory 基本的 运作原理,虽然不会考,但基本上 也有跟大家介绍过,它怎么去存资料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固定在 上学期 开一门 课,就是在专门介绍一些 记忆体相关的 技术 然后它是 大作 合开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明年的上学期这个时候,也可以来修一下 新课 好 那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都一直陆陆续续有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 我有一些register,所以系统上有一些特定的register,像刚刚那个有看到的fsr,你还记得记得 fsr 就是 file selector 就是你可以去指定一个连续的区块叫file 然后 这个file的 就是你可以分别 你可以定,好像定三个还是四个 fsr0,1,2,3,这样子 就好像四个 然后他们 你定义之前,就是你会去 就是你会去指定一块记忆体空间 连续的 然后就叫做 就是这种 连续的file 然后呢 他们的,像刚刚说的,就是他的 他们的那个对应的起始位置,fsr0 他的起始位置,他会存在inbm0 这个register里面 这个register就是摆在一块 记忆体空间里面不要用的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说 你的 data memory,peak18的data memory 总共会有12个bit去编织 对不对 所以总共有12个bit 总共有12个bit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说 他的 他做法基本上 他是要access一块 每次都要access一块记忆体空间 他很麻烦 所以一般来讲 他通常都在用一个 方式叫bank 就是用bank的方式 bank的方式你要记得是怎样啊 我把一块连续的记忆体空间 然后 每 128 每128个bit 他为什么要定128个bit 你有没有想过 只是从这个bit来看 因为我,你要记得我每次 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像我们刚刚在讲的 指令里面的那个memory的那一块 那一块控 就是 memory的那个operant 基本上都是 用一个byte 就是你用relative 就是relative mode 最多就是一个byte 所以基本上 我在处理的时候 我基本上只能牵扯到一个byte的内容 所以他在access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一个byte基本上就是 8个bit 就是 一个byte就是8个bit 8个bit就是 或者 就是 0到127 所以他才用128块 把它 写成一个bank 你要记得像这里 我们总共12个bit里面 你有 每8个bit 会被 切成一个bank 所以 12个bit里面 前面这 就是 后面的8个bit 他就是拿来做一个bank的offset 然后 你这里是0号bank 其实实际上就是 前面如果是0000 他后面可以是0000 一路到111111 当他再进一位又变000000 的时候 他变00001 所以这个 00001 然后 下面这个 连续的这个128个byte 就是bank 可以 好 那我要讲的事情就是 所以你总共 从这个回去看 就可以知道 12个bit里面 你可以切成4个bit 跟8个bit 4个bit 基本上跟我讲说 我要access的时候 是用哪一个bank 所以这个可以拿来当bank number 来使用 当我知道哪个bank之后 后面的8bit 就变成是我今天在这个 bank里面的offset 就是我今天是这个128个byte 里面的第几个byte 所以指定bank 然后 如果今天bank都已经很固定 我每次都只要拿byte 就拿后面的offset 我就可以知道我要的 assess那个byte 在什么地方 好 所以 4个bit 总共可以编出几个bank呢 2的40房16的 所以你分别有bank0 bank1 入到 bank15 好 那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有讲过 你的 你的那个 等下我看你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是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那我要讲的事情是 像这些 就是这些 有特定的这种spatial register 那在pick18里面 他基本上都是直接就塞在 你的 你的data memory里面 然后所以data memory 然后他直接就是把 有一些固定的特定的位置 直接跟这些spatial spatial function register 直接他就绑在一起 所以 你的这些 spatial function register 他基本上在pick18里面 他就是被 摆在 我的data memory上面的 所以 就在data memory上面的 所以 包含你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你的memory上面有一块就叫做status register status register 里面上面 他就连续8个bit 每一个bit代表内容固一样 可以吗 但是他就是放在data memory上面 请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可以 所以 像 你在控制一些port 就是像有些port的pin角 像你的port的pin角 所以像你一些 iopin 或是像一些timer的register 或甚至像你在做adc analog to digital 这种converter 的那个 处理的那个register 或是我的ccpregister 基本上他都是 相对应的这些register 都是被放在 你的data memory 的某一块记忆体空间上面 那怎样会说 在 基本上他就 摆在 这些特别register 都会被摆在bank16上面 的bank15 就在我data memory 的bank15上面 也就是 你这 data memory 里面的最后这128个byte 它被预留起来 所以 等下你后面看到data sheet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就是 PIG18 F4520 它的data memory 实际上 你可以用到的空间 不是2的12次方 就是不是2的12次方 就这么 不是这么多 不是这么多个 可以吗 没有那么多个 可以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2的12次方应该是20 什么是20次方 是不是 一定是20次方 我们给他看一下 知道 好 那再 你的 next size of the program 就是Program counter 就是PC 基本上是21个byte 很宽 那时候我们说 我那时候讲 一直有跟你们讲 2的 有21次方 所以我就可以编出 2的21次方的byte 我就可以定制出 2的21次方的byte 那么多 所以 我的Program memory 的space就是 2MB 2MB 这个 这个我相信 没有问题 OK 那 你的data memory address 是12byte 12bit的宽 也就是4KB 所以4KB这么多 4KB 可是 就是 这个总共就是 因为就 2的12次方的 这个可以定制 这个没问题 对 那 你不会 每一个 就是PIC-18FC的家族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晶片 那 每一个晶片 它的Program memory 跟Data memory 就跟着它封装 它的space 跟产品经过有关系 所以会不会太一样 所以不是每一个PIC-18FC 的晶片 它就是有2MB的Program memory 跟4KB的 Data memory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再来 我要讲 就是接下来就是 这些 也是一样 就是你的 那个Program Data memory 或是你的 Input Output Pole的脚位 或是你的Clack Frequence 也会跟着你的 晶片 不一样 就是会不会不同 所以像比如说 PIC-18F 154321这块晶片 它就有256byte的SRAM 可是反过来 那个什么 那个 PIC-184520 就是你的晶片里面 它就只有 1536byte 1536 1536byte的 RAM 的空间 好 那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是 1536 这个奇怪的数字 这个奇怪的数字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1536 基本上它应该这样 2的8次方到底是多少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刚刚一直算错 应该是255 不好意思 我刚 我刚一直算错 应该是255 所以 它实际上 1536 这个 这个应该是 加128 加128 Data RAM的Data memory 有这么多个byte 你可以 这个可以 你可以去想一下 基本上它 我记得是 加128 加512 加512就是 2048 所以它意思 它实际上是这样 它就是 它定值空间 它定值空间 应该是有 总共应该是2048 所以它有512 还有512byte 它是预留起来的 这个预留起来就是用在那些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上面 概念上是这样 但 为什么不是40 就是409 总共加起来不是409 这个 这个我要回去来确认一下 但是 概念上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 它加完之后是一个2的密室 那 代表说 有一块连续的空间 我忘记 它的bank size是多少 是256还是512 我有忘记 我等一下回去 帮我确认一下 但概念上就是这样 就是 通常我会预留一块 连续的空间 是reserve 下来的 然后 就是拿来制作一些特殊的用品 像 摆刚刚的这些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就是其中一个用品 那它有其他的 其他的作用 那 这个概念上就可以了 然后 剩下就是 你看到的就是 你到时候拿到的晶片 这个是我们用的晶片 它上面会有 比如说有多少个 Core的脚位 Timer有几个 哪些 哪些CCP module有几个 然后 总共会有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 它的指令级架构会有75个 这个 instruction 然后 再来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 Extended set in Apple 就有83个 指令可以去使用 那 它会有 pin 角也会不同 40 跟44 它跟它的封装有关系 有那种小的 跟大片的 你们到时候会拿到这种大片的 但是它也有那种小小的 就是装在手机上 一小块的这种封装 那 你的封装的不同 脚位的 pin 角的数目就会不同 那 也意味着你有一些功能 可能用 pin 角就不见了 这样子 那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会有这种所谓的 Capture Compare 跟这种 Pulse-wide 的 Modulation 的这个 这个CCP 简称叫 CCP 这个Modulation 前面的Capture跟Compare 基本上是在做一些 时间上的 事件的捕捉 包含它的 Clock 也会产生一个 Clock 几个Clock 去捕捉那种 Clock 波形 然后去比较说 今天到底是往上升 还是往下升 还是持平 然后 你也可以有这种 就是 Pulse-wide 这个是Modulation 就是我可以 PW的模组 基本上就是 就像我之前一直跟你讲 你可以去产生一个 波形 但是你这个波形 你可以去对它去做调整 你可以就是 就 一样一个 同样的一个周期里面 你可以让它 如果四分之三都在嗨 四分之一都在弄 或甚至 四分之一在 在嗨 然后四分之三在 在弄 像这样子 你可以去调整它 那这个是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去做一些 马达的控制 产生一些特定的波形 去做一些 特殊的事情 没关系 所以 PKE18会有这种 On-chip的PWM 它可以用来去 去产生 或是去拿到一些 波形 然后去 然后去产生特定的Duty Cycle 然后这个Duty Cycle要怎么组成 概念上 最后可以用在这个 Modal的控制上面 所以 应该再过一两周 大家就会拿到 拿到晶片 然后跟一些马达 还有一些线材 甚至可能还有面包盘 那 到时候就 达哥慢慢的 后面的Lab 就会教大家 怎么去 收发这些东西 不然会教大家 怎么去收这些 其实这种 做那个 一样会有这种 SERIAL的 Combination 也就是我们 去年 最多 最多 最后那个Lab 第十二个Lab 那个 UART 第十一个Lab 就是UART 然后很多人都 觉得他分数够不做 然后都不做 结果他其中 期末的上级卡 也就 烂掉了 就是 在这边 但是他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他基本上会跟你讲说 我怎么要特地 去透过一些 沟通的 interface 然后去制造一些协定 制造一些协定之后 我要知道我怎么去收 封包 然后收到封包的资料 他的每一个bit要怎么处理 然后跟 他代表意思是什么 那 基本上不难 你只要知道PORT的角位 你就会知道 这些 然后你就可以去知道说去查 这个对应的这个角位收到的 资料是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一个bit收集来 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bit 它代表是 什么样的资讯 那 剩下就是 我们就要知道说 怎么样去用那个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然后跟 怎么样去在那个communication interface 上面 收发资料 那收发资料 你拿到这个资料的处理 基本上就是你写程式逻辑 就可以 可以运作 所以你要学的 实际上是 怎么读懂那个协定 然后跟 怎么去用那个协定 然后跟 怎么产生 那个协定使用的那个讯号 跟资料的形象 概念差不多就这样 那我们会有这种SVID AD Converter 可以把 Analog 的讯号 转成 Digital的讯号 可以吗 那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捕捉 像是 温度 湿度 或者是一些 气流 或是气压 这些 这些 比较 类底的讯号 这样子 自然用类底的讯号 然后把它转成 数位讯号 让你可以做后续的 做判断 那最后 我们要讲的事情就是在帮大家复习 一次 我的PIC 18F 这个会用一个pipeline 去执行instruction 通常我们讲过 你会有 两个stage 一个是instruction跟decore 这个stage会被绑在一起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execution 的 这个stage 就是一个instruction cycle 放在一个stage 然后呢 如果我们再去细看的话 就是 你会 你的PIC 18F上面 在 处理到instruction cycle的时候 它实际上还可以跟它的震荡器 就是 accelerator accelerator OSC1它会有一个 man主要的accelerator 去 同步 你内部这些 这些component 这些operation 去同步它们 然后 去把这些 去产生震荡 产生固定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让它可以去对齐 每个时间点可以对齐 然后才可以 Hiponite才可以 持续的运作下去 好 所以 你的一个 PIC 18F的clock input 通常它会是由 四个 就是non-overlap的clock 它会有四个clock 组成 就叫做Q1 Q2 Q3 跟Q4 可以吗 然后一个 我们所谓的 一个 machine cycle 就会变成是 定义成 就是由这四个 就是从 就是主要这个 occelerator OSC1 产生的这个四个clock 四个 它会稳定的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固位率的产生一个 就是 震荡的 就是clock 起来 每次 每个clock 连续 连续四个clock 就会变成 Q1 Q2 Q3 Q4 连续四个会组成一个所谓的 machine cycle 那我们接下来 呃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 这四个 clock 跟一个machine cycle 以及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个 instruction cycle 然后 以及我的pipeline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今天就把这里讲了 我们就 让大家下课 可以吗 就是 让大家下课 好 那 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第1个 当我今天 我的第1个clock Q1 起来的时候 我的program counter 会被加二 就是我的program counter会被加二 也就是 你在 你在那个 就是instruction instruction完 然后decode完之后 你会把 你会把他加二 那个 去指向 下一道 你要执行的instruction 然后呢 我这里更改完的这个instruction 就会在我的 Q4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Q4那个fetch 就是那个clock在执行的时候 被拿去 fetch 下一道指令 所以 你的fetch 一道指令 是在 Q4 Q4完之后 你会在 Q1的时候 就是batch完之后 你会在 Q1的时候去把 instruction 就是 就program counter把它加二 那 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是 那中间的Q1 一路到Q4 中间的Q2 Q3在做什么事情 可以吗 我们要问的是 这件事情 好 那 所以你今天来看 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再把一个instruction的 直行 再切得再细一点 所以它基本上分成 batch decode 跟execution 那我们前面当然有学过一个instruction cycle会把 前面的fetch跟decode当作一个fetch 就是在前面这个fetch在做的事情 然后跟execution 可是我们在讲那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 我在做pipeline 的时候 我会去做 第一道instruction的fetch 然后加上decode 然后接下来 它的第2个在执行的时候 下一道指令的fetch 跟decode会开始 然后它的 然后下一个在 它的第2道指令在执行的时候 第3道指令的fetch 跟decode又开始 我们是因为 为了讨论pipeline 才去把这个东西 切成 两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直接细看的话 它分成fetch decode 跟execution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就是你的fetch会在你的 q4这件事情来做 ProgramCounter会在q1里面加 那decode跟execution呢 那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会 会做什么事情 所以 还是一样 在我的fetch的fetch里面 就刚刚这个fetch的fetch里面 就这里我们现在讲这个fetch 我的instruction 会被我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 你会在 你在q1的时候 会去ProgramCounter会加2 一直到q4的时候 会去fetch 所以q4的时候fetch的时候 还会去根据我刚刚在 q1那个stage 已经加2过的那个 那个address的内容 然后去根据它指令的内容 去把我的 那个ProgramMemory 对应的那个位置上面的指令 把它 就是去读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instruction register里面去 才q4这个stage 这个 这个clock cycle 我们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到decoding phase decoding phase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前面学过control signal 就是control signal 所以 我要 我会 decode的时候 我就会 透过decoding phase的时候 我就会产生 解完之后 我就会产生 特定的 control signal 然后 就是我会去送出我相规 送到我相规 所以我要控制的那些 那些单位 去去决定说 我今天哪些 就是哪些operation要被执行 然后接下来最后才会进到 就是q 所以q2 就是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进到说 我就执行 执行的时候 我才正式地去执行那个instruction 所以如果你细节你把它看的时候 你把 比如说timing diagram 把它拉出来看的时候 你的pipeline会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 这是上一道指令 就是program counter-2的那道指令 我现在 这个当下 我们把它看 就是 你的一个accelerator会固定就是产生 4个锅 然后形成一个 正常的一个 一个cycle 一个cycle会产生4个clock 就accelerator震荡四次 会变成一个完整的cycle 这个cycle里面 这个cycle里面 它会跟q1,q2,q3,q4 那分别是q1拉起来,q2拉起来,q3拉起来,q4拉起来 好 那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看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的值 你要知道 program counter的值 它已经这时候已经显示是 program counter 可是 它正在执行的 在 你的 CPU里面正在执行的是 program counter-2的那一道指令的 execution phase 有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当下它在做的是 program counter的值的那个位置的 fetch 跟decoding的那个 phase 在这里的 后面的 尤其是在后面这里 就是q 就是在后面这里 就是它正在 就是正在fetch 然后 接下来进来之后 同样的它会 下一个cycle开始 q1,q2,q3,q4开始 它要再做一件事 它会在这里先加2 加2 加2之后 然后呢 program counter 现在program counter 刚上一道指的 pc这个位置 的execution 就开始 然后 下一道指令 pc加2 的bash 然后跟decoding 会开始 依此在推 就往下这样子 叠在一起 所以 timing diagram 展开的话 你就会变成像 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你会看到 假设你今天用一个 像我们peak1.8 用一个 2-stage的pipeline 正常的讲 这个就是一个 time cycle 就是timing cycle 就是第1个cycle 第2个cycle 第3个cycle 所以像 T 就是第1个0的cycle的时候 先fetch第一道指令 然后第2 就是cycle1的时候 它会执行第一道指令 同时fetch第二道指令 再以此类推 就 基本上就是前面 刚刚那个 拉过来 如果我们今天把他带入 真正的程式码下去看的话 真正的程式码下去看的话 然后 我们今天 注意 注意看一下 就是 就是这里会go to 这里会go to 这里会go to sub e 就是强制 go to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强制的unconditional jump 好所以 你注意看 它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 它的过程会是像怎样的 第一道指令就是 就是这个 第一道指令在这里 就是 灰天在这里 他会先去 截取木 然后 然后就接下来 诶 我想一下 截取木 对 好 就他就正常每一道指令就这样子 还要这样叠下来 叠到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 这里go to 上个8 所以go to的时候 你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你在做 这里是fetch go to 然后 就是go to sub e 这个指定的这个位置 然后他真的在执行的时候 他会 真的会jump 过去 就是他会 原先在 ProgramCounter 指在这里 然后 这个下面 接下来往下执行的时候 他是 就是在 fetch我的 他会 他也是会先去fetch f这个 bsf stator 下去 他还是会去fetch 这道指令 可是 当下一道 下一个 时间点 因为你已经执行jump 这个就是你已经执行jump 所以你这时候已经更新到这里了 所以你 你有fetch 这道指令 但是他今天在他的 execution cycle 就是他在 execution stage 的时候 他就不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flush掉 就是note 他这时候他就要把他 那些元件的那些内容把他冲掉 然后等到下一道 下一个cycle来的时候 他才就开始 所以这也是不做事的 所以这道指令等于是不做事 所以我 才会有一个很像那种 有一个bubble 就是有个store的 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下一次 下一个cycle进来 我才就去fetch 下一道 我jump过去的这个sub1 这个 那个位置 的那个指令 然后就是把它 读进来 在做 所以 整个这个 流程就是像 这个样子 所以 这里都在讲我刚刚前面那个 那个例子 在说明 好 我应该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下礼拜回来就要讲 register architecture 会长什么样子 那 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 那 有问题可以过来问 没有问题可以下课 这没办法 因为我刚刚没有 我刚刚没有 我刚刚没有看到录影 再请大家见见好 这是 对 我就尽量 只是解释上会比较 刚刚应该是比较清楚 那 去年的录影 我觉得 因为我去年刚接完 我原来是 我说是 教课之前 一天我才把它看完 然后再讲课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去年 讲的就没有今年 这么 流畅 这样子 好 那 好 就是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就 不要去强求了 好 这是Data memory 上面的一些特定的位置 然后跟他们摆放的这些 对应的这些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的 的功能 可以吗 就是他怎么去把那些 特定的这些功能 Map 到你 哪些位置上面 我觉得 这个 不需要背 通常 你只要知道后面这些register 因为你指令都要搭配这些register 所以 没有 你没有要做特殊的一些运用 应用的话 不太需要去知道说他对你的 Gamer access 放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那当然可以回去看 蛮建议大家去把它稍微看一下 但是 不需要背了 这种东西 查表 或者是你到时候真的在 去工作的时候 在写某些应用 有需要用到 再去查就好了 好 那再来 我们今天 你只因为你 我们开始会 access 到比较大型的 就是叫大的beta manual 然后 我们为了要 讲过的就是你为了要去让你的 access 你的 address 这件事情 变得比较快速 我们需要 我们就想要 我们就不想要每次都 就是看 就是连续的12个bit 原因是因为我的一道 address 里面 虽然是 一道 instruction 它是一个16 bit 这一份的 款 可是我今天放过来 我最多最多可以放在 拿来去当做 Direct memory 的 mode Direct addressing mode 的这种 这种放在这个 address 上面 最多最多这个 operand 要放address 最多最多就是放 8个bit 我没办法完整的把这个12 bit 把它放下去 我当然我也可以 就是去 允许 enable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把指令再做正常一点 做成是24个bit 或是 30个bit 让我可以直接摆下一个12个bit的 12个bit的完整的 那个 那个 address 可是这样 对我们来说 读的 读一道instruction的时间 就会拉长 那你在存取上 就没有那么快 所以基本上就 by default 他才会说 那我干脆 我们就用所谓的banking的 skin 就是所谓 Rain banking skin 我每次都在 指定说我今天已经先 在某个地方已经先指定说 你会去access哪个bank 然后 知道是哪个bank之后 我只要知道后面的8个bit 我就知道你是到这个bank里面的第 第几个biter 利用这个后面的8个bit 来去 去当做你的 就让你这个8bit low order的address 去当做你今天要去access这个bank 或是你在以后再选的这种paging 就是这个paging里面的offset 当做缩影来使用 所以他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去把你的12个bit的address 把它看成是 两个不一样的part 什么东西 OK 那所以你今天 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牵扯到 你要跨bank 去准取的话 他有给你一个 工具 就是他给你一个指令 就是你可以用movebank 就是movebank OK 就是你move一个immediate的data 到你的 bank里面去 就到你的bank cellerregister里面去 所以这个b指的是 要用资料到 你的 bankcellerregister上面去 那这个k就是一个8bit的number 但是8bit的number 基本上他只能去 只能用到你后面 4个bit的部分 因为 你的bankcellerregister 就是 0 3到0 总共就是4个bit 所以他只有后面 这个8个bit里面之后 后面这4个bit会拿去设定他 来使用 有关系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想要assessbank的食物 你就会 你就会move 比如说你就会move 这个前面 这个前面 don't care 然后面就是把它设成是1111 他就只会 拿后面这个 拿来去设定 这个东西叫1111 你的bankcellerregister 就会去指着你的programmemory上面的最后的bank 那你接下来的 相对的这种move F的这种指令 0x77 0x66 那基本上就是在对bank15里面的第77要bit 第66要bit 去做反动 可以吗 好概念上就是这样子 好那再来 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像我们刚刚说的 有时候你就写程式的时候你会忘记要去 做bank的转换 那或者是你有时候你根本就有时候也不会签证到bank 之间的转换 根本就没有要用到那么多的记忆体空间 那这时候 如果你忘记的话 他为了要去加速就是你一般的记忆体的使用 然后让你programmer在 就在使用上设计上 限制比较少一点 不用再一直去想着这些限制 所以他才会提到 提到 就是才会提出刚刚我说的 Ansys Bank 然后据说 你在 不做任何bank的设定的情况下 你要知道 我有今天有提供你一个好处就是 我在我的bank里 跟bank15之间 我去把这两个再切拌 拌拌 我把bank里面上面的 Low的 比较低的128个byte 跟bank15上面比较high的128个byte 去把它拉出来 组成成一个新的Ansys Bank 然后我刚刚讲过了嘛 我对这个人我重新对他做了编织 这是我把它做一个所谓的 我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 修多的bank 所谓的 接下来你只要 我如果没有特地去改bsr 这个 这个register的话 我预设 我所有的存取都在这个所谓的 修多bank 或者我们讲 Ansys Bank 上面去执行 我常常对他做编号 只是这个编号是从000h U到0ff 所以 我一样我就只要去看后面这两个 值就可以了 我只要看后面这两个值就好了 所以我只要看后面这两个值 就是这 总共这个 不是这两个 这8个byte 但是我就可以去对他做任何的主缺 所以Ansys Bank 是为了去 避免说 有时候你忘记做bank tuition 或是你根本就不要做bank tuition 那 那 他就提供programming一个这样子的 简单的 存取的方式 不需要去做任何设定 好 那 这个后面一样就是 这都是刚刚的讲解 我们不管他了 好那再来我们再看就是 你一到 就是你 你的microcontroller 怎么去判断 你的指令里面的 operate 或者说他的destination的address 怎么去读他 会跟他 怎么去 后面怎么执行的关系 那所以 我们就 我们就根据他 读的方式 跟他去使用那些operate的方式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还可以分成很多的不一样的addressing mode 有所谓的literal的 或是immediate的addressing mode 有所谓的inheritant的 或是implied的 addressing mode 有所谓的direct的 或是absolute的 addressing mode 有这种indirect 然后relative 跟并addressing mode 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 如果你是所谓的 literal或是immediate addressing mode 它基本上就是你的operate 或是一个literal 就是一个五字 或者是他就跟 就是一个constant data 那 基本上就是这个immediate 就是意思是你的immediate data 基本上就是放在 你的指令当作一部分 就像什么 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常见的 我想要move lw 就是我把我后面指定的这个零差2a 这一道 这是一个immediate data 或是 你把这个指令 就把这个data 直接搬动到我的 我的那个什么 working register 上面 直接把我的working register 设程是 我们这个 指定的这个8data early age 可以吗 这个是所谓的 immediate immediate addressing mode 那再来有所谓的 incarited 或implied addressing mode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有时候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看这个 不是很理解的话 直接看这个 它基本上有时候把它叫做 nonoperate instruction 你看nonoperate instruction 基本上就很直觉 基本上它就是不会跟任何的operate 就像所谓的 sleep 之前有看到这个sleep 就是一种 所谓的nonoperate instruction 或者叫implied 的tracing mode 或者像 刚刚有讲过 你说bct 最后要加 就是要加6 要修正 那你的 pick18f 实际上它有提供bct的加法 跟它后面搭配的修正的指令 这个叫daw daw 基本上也是一个nonoperate的instruction 那它基本上概念很简单 就是当我的 我看到我的digital carry 被 设起来被e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呼叫这个daw 去帮你做 那个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的 就是你的加法 成晚叫做商 成晚叫做鸡 香加碗叫做 上的中文是什么 盒 去对你的盒 去做修正 再把它加个6 对不对 谢谢 完蛋了 这个有时候都 忘记了 好 那再来就有所谓的 Direct 跟Absolute 的listing mode 概念上基本上 我刚刚一直讲的 你后面直接 跟着一道 就是你的记忆体位置 就是你的data memory的位置 所以 还像这个这个例子就是 你要求 你的cpu 去把你的0x50 这个位置上面的data 把它翻到你的workingregister上面去 那这个0x50 如果你没有特别设定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 它就是去 把它摆在你的 就是直接去 你 定在你的所谓的 S-SPEC上面 所以你在你的S-SPEC上面的 0x50 直接给我byte 请你去把那个byte的资料 rode到workingregister上面去 如果你在这个上面之前 你有去cull 所谓的move LOB 然后呢 比如说你摆了一个 像我们刚刚说的 比如说你丢了一个 0x 0f进去 这时候 你的bankserregister 就会被设成是你的0x0f 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 这个4个bit 就是f 就会把它设成f 也就是 15 也就是说你等一下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前面去摆一道这个指令再去cull这个的话 你会直接去从 你的accessbank 就是bank0 然后bank15 然后我们讲过你把这两个 就是bank15的 下半段跟bank0的上半段拉出来 做一个accessbank 然后直接从这个里面accessbank里面的0x5 直接去 假设这里面叫做a 那这时候你就会把 workingregister里面 的值 设定成a 可以吗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他 cull这道指令之前就moveb 然后0x0f 这时候 我们不要叫0x0f 我们叫做0x 0 07好了 就0x07 这时候 7号 7号bank 这个 意思是 我等下请你把我把bank's origin 指的bank7 那这时候 我如果今天再去cull这个move wf 0x50的时候 我最后再存取的是这个bank7 的0x50这个 data 那这个data可能叫做 比如说就叫777 所以这时候你的workingregister的值 就不一样 就会改成是777 而不是a 有问题 没有 好 感觉上就是这样子 大家要知道一下 所以direct 跟absor 用途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特别指定bank's register 基本上就是a 你后面跟着这个位置就是你的accessbank上面的 那个byte的位置 如果你在前面之前有叫 那基本上就是 那就是你指定的bank's register 就是被改成0以外的数字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指定的那个 你指定的那个bank上面的那个byte 好 那再来这种所谓的indirect addressing mode indirect addressing mode 你先被摆在 一道一个 就是一个 data memory上面 就是 他是这样 他是 你现在指定的这个位置 就 指定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会去call这个file 就是 就是像这种file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 我说 你的 你去拿一个像这个叫 inf0 假如我今天想要去存取的是 一块 连续的这个file 这是file0 然后file0的 起始位置会被摆在inf0 就是他搭配了这个 这个这个 register这个地方 inf0这是一个register 他这个register指的是 FSR 就是 基本上他就是fsr的实作的名称 fsr0的实作的名称 可以吗 inf0是 你的变数的名字 但他实际上他代表的意义就是你这个fsr0 fsr0指的是 里面摆的是你这个里面file0 这个连续的 一个 一个空间 的起始位置 的起始位置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假设我们今天假如说move 比如说 就是move movef 然后inf0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他意思是 请你把inf0现在指的那个位置上面的data 搬到register上 搬到workingregister上面来 所以他做的事情是 他会先去inf0 去找 也就是你的fileselectregister 0 然后 上面会指的 一道位置 就是零差 比如说7777 然后接下来你就 循着这个零差7777 这个pointer 去把零差777上面这个byte 假设叫aa 然后就把aa 搬到workingregister上面来 所以 你是先去 某一个 一规定的这个位置上面 去看说他里面的指到哪个地方去 然后去把他指的这个地方的内容搬进来 是一个间接的方式 所以他叫做 The right of the observable 可以拿 好那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你要去存取他 你要去存取他 基本上要叫 inf012 这样 名称 就是我们对他的命名 就是 我给他一个比较理论上的名字叫做 这样 实作上他把 他把跟那个 inf012 就是把他连结在一起 然后去 存取他 indf 不好意思 indf 所以你要 你今天要去 你 透过指令要去access 这个fsr0 或是fsr1 或是fsr2 你要去 他们对应过来的 就是你的 变数就是indf012 可以吗 所以 看起来就是像这样子 假设我今天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你可以做这种 如果是一般的这种组合语言的形式 你可以这种 就是 low的 就是low的资料到fsr0 上面去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像第1个这个例子 就是一般的 足语的形式你可以把它写这样 请你把 fsr0 上面 摆着0010 也就是说 你今天系统里面 有三个连续的file 第1个叫做file0 然后呢 它的其实位置会有fsr0 这个register 来去 记着 所以 像这里就是0010 h 所以指的意思就是这个file0的起始位置是0010h 什么问题 然后呢 你可以说你有系统的第 第2个file 那它叫做file1 file1一样会有一个起始位置 这个起始位置它会是由fsr1 指着的 那这里面它叫0040h 比如说我等一下想要从0040开始翻 所以 它就这样子筷子它 那这个就是0040 依次来退后 这样 那 你 每次要 每次 我不敢没 如果 它这个是 一种写法 可是因为你现在是所谓的 我们是只有 一个accumulator 所以 通常 你的做法会变成像这样 就是 就是像这样 所以假设 我们比较常搭配的它就会变 整个做法就会变成像这样 就是 你已经有这个 你有这个空间 那接下来 你假设要 真的要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假设你今天 你看哦 假设我们今天 看下面这个左下角这个 这个程式吗 我们先把35h 放到walking records 里面去 好 那接下来我去 初始化我的fsr2 就是说 我把初始化我的fsr2 fsr2 fsr2它就是比如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去loadfsr2 然后0x50 指的就是 我接下来想要在data memory 上面 然后去 创造一个 连续的 空间的file 然后他把它叫做file2 然后这个file2的起始位置 放在fsr2上面 叫做 0x50 所以它就会从 0x50这里开始 可以吗 那接下来 我等一下 只要 要需要就是 对这个东西做 做 这个file2做操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件事 我就比如说像 我就都call indf2 比如说 我就叫 move wf 然后indf2 指的就是我会先把现在的 walking records 翻到我们这个file2上面去 所以 以这个例子 像我刚刚这个已经创35h了 我一call这个例子的时候 我就会把 35h 摆在 0x50 这个位置上面 可以吗 就是 因为indf2 跟fsr2 已经被立刻起来 关联起来 所以 它 有概念会像这样 假设原先这里有一个 70h 在这个上面 你呼叫这个时候 它就会被更新成是35h 就这样 然后你看这个例子 就是原先是84h fsr2已经先指在这里 walking records 也准备好 一旦我今天就是 move wf 就是刚刚这个 movewf indf2 这个指令一呼叫下去 你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搬到这里 去覆盖掉 连线的纸 可以吗 那fsr2还是指在这个地方 还是指在这个地方 你的file还是这个地方 好那 我们先 暂停在这个地方 下课休息一下 就是 我觉得 先 停在这个地方 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也可以过来问 然后现在 我们看后面的时钟 现在是32分 请大家40分的时候回来 可以吗 后面时钟10点40分回来 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看 請說 剛剛那個Program Memory 那邊的那個 就是說 因為它有21個bit 然後 在存那個 指令的時候是 一個word是兩個byte 所以要再存2 那個要這樣看 就是 我們要看的應該是 就是你要看你今天是所謂的 bite addressable 嗯 或者所謂的 word addressable 嗯 bite addressable 指的是 我今天一個 21個byte的 21個bit的一個address 指的是一個byte 然後第二個 所以你假設你第一個叫 00000 所以 00000這個位置 指的就是你的 第一個byte 000001 指的就是你的第二個 第二個是你的byte 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所謂的byte 只是我今天這個位置 指到的地方 就是它的data content 或者是它的一個 它處理的這個一個word 或者是一個data 或者我們講說它的data line 或者catch line 就是它的基本的單位 就是一把 所謂的word addressable 就反過來 就是也是一樣的 概念 只是改成是 你這個address 指的 第幾個word 是第幾個系統裡面的第幾個word 所以 對於你同樣有2的21次方的組合 在by addressable 每一個組合都可以去指出一個byte 那在你現在這個word addressable上面 你一樣是有2的21次方 所以我們看到是 對 可是每一個會指出一個word 就是兩個byte出來 所以同樣的位置 在你的 你的這種 一個data 你的data 基本單位是byte 或是word的時候 你就會使出來的空間 就不太一樣 像上面這裡就是兩個byte 像下面就是四兩邊 跟你講 所以peak100 還是那個bio addressable 對 大部分應該都是bio addressable 那大家問題是 0.6加1是怎麼會是2 那是16這個位置 那是16這個位置 因為他不一定是要不少 他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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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的 龍殺 跟著 他不少 可是 你還有 辦 隆 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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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然后呢 然后 感谢观看 然后 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技术器 感谢观看 然后呢 然后就是 就会让你 然后 然后呢 计算的结果,比如说摆在 data 里面 但是你可能除了去 push 你的 request 到 stack 里面 你可能想要把目前某些战存性的资料线都要存下 或者是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使在 data memory 上面 搭配这种 the rank 的最新货 然后搭配这种 file select register 然后去做这种加一减一 去使用你自己的 push 的 path 概念上是一样的 好,也是一样做完之后就是 就是像刚刚是往下加 那这个就是往回减 所以这个就是 post 的 dec 就是往回减一,减一,减一,这样子 举一个例子,还是一样跟刚刚那个例子是一样 我们直接看下面这个 假设你原先 就是你的 fsr0 然后是 0054h 然后呢,他这里面 0054h里面的内容是 2eh 那一样你呼叫一个 clear f 然后 post 的 dec 0 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第一个 他看到 post 的 dec 他就知道他要去找 然后后面是0,他就要找 fsr0 然后呢,对这个 fsr0指的这个位置 上面的资料去做 clear f 就是把切音乘是0 然后变 00h 所以结束之后 00h 接下来看这个 register 的那个命名 因为他是 post 的第一期 就代表说做完之后要减掉 1 所以减掉 1 就是代表说你的 fsr0 上面的内容要把它减掉 1 就是他指的记忆体位置要往前减一个 byte 变指的 053h 可以吗? 那就会看他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概念上就是这样 同样的,你也可以用类似的去设计一个 往回轻的 刚刚是往下轻的一个 loop 你这里就变成一个往回轻的 loop 概念上是一样的 我就不讲 可以吗? 好 只是他这里指的是 从刚刚 就是这里指的 0x44h 就指的这个地方 概念上是一样的 就做完往回轻 做完往回轻的 然后一样 就是复利20次 那同样的 我只是要跟你讲 哦,对 这里是100次 这个 loop 做100次 可以吗? 就是他做一个 decimal 100 然后把它放到 0x20这个位置 所以概念上是一样的 就是 0x20上面放了一个 100 的数字 一样它当作 counter 然后呢 就是他后面 他就指定了一个 他就指定了一个那个什么 嗯 file register 0 file register 0 然后把它摆在 0x44这个起始点 所以fsr0 然后上面摆0x44 然后指这个地方 接下来要做一样的事情了 Clear现在那个fsr0 指的内容 所以file register 他现在原本内容是什么 做完这一道事情之后 就变成00h 然后呢 因为他做post的第一期 所以他往前减一个 变直到0x43 所以这更新变成0x43 然后接下来他对 你看他对那个 0x20这个位置的内容 减掉一个f 减掉一个f f就是1 然后变成99 然后接下来就看 目前这次运算完结果是不是0 如果不是0 就跳回去 重复 往回清100个byte 往回清100个byte 没关系 好 这一样 后面就是 他的解释 这我都不讲了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你 讲错了 就是他有做了所谓的indirect 我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preincrement mode 就是 就是我做之前我就加 所以他概念上就变成这样 我们把这个例子看好了 他一样我们看 我们看例子 他就说 假设我今天fsr0 指的是 嗯 他这有写 0030h 然后指着这个地方 就是0030h 那我们把 他的0029h 跟0031h 上面的内容都把它写 写出来 假设这个叫 111 1 然后这个叫2222 这叫3333 好了 EGL 就是 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 他说 如果你今天互交一个clearf PREINC0 PREINC0 那他清掉的是谁呢 他清掉的不是2222 这个 这个 他是先把 做之前 做这道指定之前 先去把 目前的fsr0 指的这个位置加1 所以他会 对象会变成是他 0031h 所以他清空的人 是这个3333 现在000 没关系 概念上是这样 好 那后来的 indirect addressing mode 就我们刚刚 我讲过了嘛 他用途希望是 让你可以去指定一个数值 然后在不改变fsr的情况下 然后去跳一个 obset 就跳一个距离 去跳跃一段距离 可以吗 就跳一段距离 概念上是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 所以他通常会这样 就是 pl sw2 就是用pl sw 然后0123 来去使用的 好 还是一样 我们来直接看他怎么做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 他去 他在不 他不想要改变你的fsr 可是fsr2 原先内容叫0020h 他指的是 这个0020 这个位置 可以吗 然后呢 假设0020h 他在data range里面 他的内容就是37h 可以吗 他是这样做 好 如果你今天 就是你clear pl sw2 就是pl sw2 那他会做 然后 00 然后 00 我看一下 我刚刚没有来看 讲错 然后他说8bit的content 现在是04h 好 你的working register里面 这是04h 好 这道指令做什么事情呢 这道指令 第一个 不一样我还是要做clear 可是 flusw 这件事情 他会是做的事情是 他会把 你指定的这个 file select register 上面的address 跟我的working register里面的address 两个做相加 加完之后 有0020h 加上 0004h 出来叫0024h 加完之后我会去跳去 0024h 上面去对他的内容清空 不好意思 刚刚这里 37h是0024h的内容 然后0020h的内容 我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就差差差差 好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 他原先指的这个地方 估价这道指令的时候 他会去把 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会去把working register的内容 跟我目前fsr内容 说相加 得到一个新的address 叫0024h 我去亲的 或是我 这个指令作用的对象 会是这个人 所以这个会变成00h 概念上是这样的 概念上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fsr 不会像前面的 postinc 或是postinc 或是princ 或是princ 是 这些会改到 fsr2 上面的内容 这个就不会 所以还是维持 0020h 就是他的file的70位置 就是他的table的70位置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概念上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最常 最常被拿来使用 这个 这个就还蛮有用 这个东西最常被拿来用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你会通常会拿来做code conversion 这里的code conversion 通常是你的编码 这里讲的应该是你的编码 的转换 最常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 我记得我以前就跟你讲过 就是我们做ascii code 的 跟比如说跟我的bcd format之间的转换 就是bcd 数字的之间的转换 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是 我敲一个键盘 送过来的是ascii code的编码 所以它的编码的方式 一样编123456的方式 或者abcd的方式 就是我们讲123456 就是1到9 0到9 编0到9的方式 跟我的bcd的方式又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 我按了一道一个键盘 然后马上就想要在 比如我的printer 或是我的荧幕上面 直接秀出这个数字是多少的话 我要很快的把它转成是一个bcd 那个bcd的formel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种 这种interact 跟addressing mode 去实作 那怎么做呢 概念上很简单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ascii code的0到9 它的编码 它是把它编成30H 到39H 然后呢 你的就是1bcdic 就是bcdformat 这个format 一样的0到9 它编的是f0H 到f9H 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在不同的format上 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想要利用查表的方式 然后直接去做一个 直接做code的转换 就是我知道他们这样 就只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只是对应出来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这个比如说这个A 就在ascii code上面输进来之后 我要转成它在bcd ebcdic 这种封面上面的A 那我要 我们想要做一个转换 它编码不一样 或是它的0到9编码不一样 我想要直接用做查表的方式来实作 那你会怎么做呢 通常就会这样就是 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先 从那个ascii code上面搜进来 搜到一个 比如搜到一个030h 假设我今天搜到0 所以我真正拿到这个是030h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最简单的方式是这样 我干脆就直接找一个 找一个 就是从一个没有用到的这个030h的这个地方 然后去查 就等下那个030h 就是我把直接拿ascii code收到的这个编码 我可以把它当做位置 当做一个位置 然后直接去我的记忆体上面的030h 这个地方 直接编 就直接写出它 比如说它今天要转成 我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ascii code的0 那我等下我这里 里面摆的就是它等下要转出来的 ebcdic的编码 比如说这个就叫做f0h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收进来的值 一律扣掉030 比如扣掉1030 或者是我今天可以做一件 就fsr0 我就先指着这个0000h的地方 然后呢 我收到一个ascii code 030 我就加这个 我就用那个plusw 然后加上把这个东西收到working register 然后比如说2 然后我就 就是我就可以直接拿000 然后这个原先这个fsr2 我就把它设成000 所以我可以做 就我们就可以000加030 然后马上就得到就是 就拿到的是f0h 这个东西就被我读到 他直接拿这个东西转出去 就是这个就是ebcdic 的那个0的format 我就可以把它送出去 然后当然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这个是一种做法 就是我设成 我dress把它设成是0 然后我直接把 这个转换完的这个内容 直接把它摆成这个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030h 就是我知道我收到的东西是什么之后 我就统一扣掉先处理完 拿到一个outset 然后再去做相夹 那这样子前面这个空间就不会被浪费掉 就是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去使用它 所以 你会是这样 就是我们通常 整个流程会变成这样 就是你假设你今天在portc上面 然后去接了一个asci code的keyboard 然后呢 你的pick18f会 你就会说你今天那个portc 假设按了一个1进来 你的pick18f 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接收的指令 去从portc这里去载入一个3eh 就是你按的1 它会送3eh 到你的working register上面来 然后呢 你今天你想要在你的printer上 就是你的ebcdic这个printer上面 想要print1 你就必须要先把这个3eh 转成fbh 然后把它输出到你的portd上面去 portd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先定了一个fsr0 在起始位置在这个00h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每次进来 就是你从这个working register 收到portc的内容进来之后 你就做什么 你又可以做polynio 一收到东西之后 我就说 那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 就是去load 就是我今天去load我的资料 就是透过这个plusw0 然后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把000 加上我刚刚收到这个31h 然后去下面的031h 031h这个位置 然后它就会转 它就会写的是你的那个bcd的 那个1的这个format 应该要输出是f1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送出去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送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往下做 所以概念上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有没有 它就说 我先把我的2号这个fsr 初始变成是0x000 然后我把table都先建好了 就是从030h这个地方 放的是f0h 031h这个地方 我放的是f1h 032h这个地方 我放的是f2h 概念上就是等一下 一旦做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把我portd收进来的内容 跟我的00h 这个位置相加 然后就会跳到这个地方 这个收进来是我的aski code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移到 然后我把我把这个东西移到 是 想说 哦不对不对 这个 这个 movefsr是这样子 就是我把我fsr2加上我的walking register2 walking register里面的这个 我收到这个port c port c 以及收到的这个aski code的码 然后他们指的这个位置 的这个内容 传到port d 不好意思 这个刚刚这个 直接传出去的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去做转换 那就很快 就可以直接做完 所以我就一道指令 我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做完了 就转换然后加传送设定 这样子 就把它做完 好 最后有这个 合作性more 有两个 就是table 嗯 table read 这个一个双券 那这样它是让你去去 去对你的data memory上面 假设你要做table的话 你可以去对它做 这样 嗯 对应该是 这个是拿来去做那个 那个 看一下 它主要应该是那个 就是 可以做program memory 跟data memory 之间的资料的 的传送 读取跟写入这样子 那因为 主要会 会需要这样的指令 是因为你的 data 就是program memory 跟data memory 他们的那个 address的byte 数字不一样 一个是 一个是21bit 一个是 一个是8bit 所以它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指令 去支援这件事情 但已经算是这样子 那 细节的话 我们等到之后 有讲到那个指令的时候 我们再来 再来讲 讲 就是讲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用 但是 应该 看一下 这有没有什么 特别要注意 我们可以消费这个 概念上 应该是这样 就是 嗯 基本上它就是 你去 做资料传输 在 就是做 让你去允许你的 那个program memory 跟data memory 之间的 资料传输 如果 今天假设是这个 table load 就是这个 instruction 它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你从你去指定的 这个program memory 去读一个byte 去读一个byte 读一个byte 然后把它 就是 把它放到你的 这个data register上面 那如果今天是 tblwt 那基本上就是 write一个byte 到你的 就是tab register上面去 然后就是 基本上就是把它写到 program memory上面去 可以吗 就是table 基本上就是 这个table 基本上就是 对你的program memory 上面去做 在你的program memory 上面去做 做table 所以你 你今天可以透过这个东西 去读 program memory上面的table 也可以去 透过这个指令 就是 透过tblwt 去对program memory 上面这个table 去写资料进去 概念上这样 那这里我记得 它没有给 它没有给那个 给 范例程式 所以我们后面有讲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我们再 看范例程式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这样 我来看这个relative addressing more 这个东西都跟 基本上就是 会有跟conditional branch 跟unconditional branch 有关系 就是所以 在你的pick尾巴里面 只要你牵扯到branch的指令 它基本上都会跟 就叫所谓的relative addressing more 那它通常会参考到四个flag 就是你的carry 有没有产生 有没有zero flag 有没有overflow 或是有没有negative 你的指令通常会跟这个东西 设定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今天是branch的话 你可以 你的branch的范围 是由八个bit来决定的 那八个bit它是一个onsign的八bit 也就是 你可以 往前跳 就是 往 就是你可以往下跳 就是 就是往大的edges的范围去跳 可以去跳00H到7FH 可以吗 就是往回跳 所以 如果你做这种所谓reactive addressing more 你要记得 你可以跳 你可以branch的范围去就是 你的后面 后面总共128个byte 跟往前827个byte 可以吗 总共就是256个范围的区间 这样子 好 那 主要是这样 就是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就是 今天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branch 或是zero 或是nots0 888 后面会跟着一个 8bit的address 然后通常这个是 我们那时候把它说 这个叫n 对不对 那你要记得 我们上次公司就是这样 就是 如果今天要branch 就是如果今天要branch 你的program counter 会被更新 更新成什么 会变成是pc加2 再加上两倍的n 你记得吗 这个2是什么意思 一道指定是两个byte 对吧 这个n就是你指定的这个offset pc加2 是它一般预设就是 我现在在 那个batch完 比扣完这道指定之后 它在执行之后 它是不是就已经会加2了 所以 if not branch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变pc 然后pc加2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内容 所以 你要知道它怎么算 就是 你会有一个offset 这个n就是我的offset 然后会称2 然后再加到你这个pc加2 一般预设就会有个pc加2 所以 我们才会说你可以往前 跳255个byte 也就是说 你以现在这个指令开始 然后你本来就加2个byte 然后你再多跳 那个 127道指令 就是再多加254个byte 这样子 然后跟往回 你现在这个指令 然后往回修正 254 256个byte 这样子 是不是 概念上是这样 好 所以 所以我之前 我记得我教过你们怎么 你要怎么计算 就是 你那个offset 要摆多少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假设你今天是bnc 03 0x03 然后 dnc 代表是 我如果今天 就是没有carry 产生 我就branch 我就branch 那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做完 当下这个运算 我的carry 是 我的stata register 里面的这个c 这个flag carry flag 它是0的话 那我的program counter 就会直接 就是没有carry 所以我这时候要branch 那这时候我就会变成是pc加2 再加上03h 乘以2 反过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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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直接pc加2 那我就会看现在的pc是多少 然后就我可以去算说 最后的 值会是多少 假设现在的pc叫做 0052h 就是它后面这里写的 就是 0050 0050 那加2再加上03h 乘以2之后 就变成是0058h 概念上就会是这样 像这样 这就是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这我就不再说了 可以 好 那再来 这个 好 我先回去更新 我晚一点回去更新 不好意思 这是-1024 然后这个是10 是往下10进位的 它是1023 然后10 可以吗 指的就是 就是指的就是通常这种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这种所谓的unconditional branch 它通常会是用所谓的relt 也是一样用reltive addressing more 只是这个unconditional branch 它没有要判断任何其他东西 所以它可以直接 它的onset 它是可以 是一个11个bit 11个bit的话 就代表说 我可以往前最多跳123到指令 然后123到指令 但是每一道指令是2 byte 所以最多可以往前跳2046个bit 我可以往回修正 也可以往回跳1024个bit 就是最后1024到指令 所以就最多可以往回跳2048个bit 所以它的一样 这里BRA 后面会接一个D 这个D一样是offset 只是这个offset稍微长一点点 就是要11个bit 那11个bit 它可以就是可以 因为它是onset 所以它可以往回跳1024 往前跳1023 往前跳1023 可以吗 好 所以 概念上变 变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从 它可以是 这个指的是指令 所以你要换成那个 你要转成byte的话 就是-2048 到-2046 byte 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Branch Anywhere 0X05 然后假设它今天它现在是放在 0X40 H这道指令 就是这个位置 Branch 0X05 就是现在这一道 Program Counter指的这个地方 然后Branch Anywhere 0 然后这里现在指的是0X05 如果它没有正常 所以它如果没有发生 就是 一般来说它在执行的过程中 Program Counter 会先暂时被更新到0X42 可是当它在执行的时候 因为它是Branch Anywhere 就是它不管今天 不管你现在的 那些Flag的结果 还是要你直接跳到 0X05这个位置去 所以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 就是0042 再加上05H乘上2 05H乘上2 就变成0052 所以它之后 它就直接更新 在执行的Execution Base的时候 就变成0X52H 就直接跳过来这边 跳这样 也不对 它是加A 不好意思 乘2就是加A 所以是0X42再加上A 0042再加上00A 004ABC 所以这个是4C 这个是这样子来的 对吧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一样是Relative Addressing More 这个例子 那 你要看一下就像 这道指令的Machine Code 编出来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 如果四个四个看的话 就是D7FF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解析 1101就是0XD 0XD 目前这个是OP Code 这是OP Code 是OP Code 可以吗 就是branch anywhere的OP Code 好 那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这种 Here 就是 然后Here又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 注意一件事情 它后面的 后面这一串 就是 101 然后后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 123456 8 9 10 11 111 到这里为止 1 就是你后面的那个offset 还记不记得 我刚刚说那个offset 总共有11个bit的这个offset 好 就是总共111 111 111是什么意思呢 111就是你要记得这是一个onsign的 所以 转换之后 你应该就是你会把它转成 你会把它转 先 减1之后 然后再把它做 once complement 就整个反转 所以 你会先把它减1 最后这个是0 然后前面这个都是1 然后反转之后 就变成全部都是0 然后后面是1 所以它这个是负1的意思 好 那它是负1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就是 负1的话 它基本上你想一下 它是有原因的 就是 你既然都要branch anywhere 就是你不判断任何条件 你就是要branch到那个地方去 那为什么它最后 你后面这个offset 要怎么跟呢 就是 我要跳到here 那here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吗 那我知道我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batch完 在开在batch 在decore完指令之后 我反而pc 就会变成pc加2 那我的这一道指令branch anywhere 是pc加2之后 要再加上 就是我的offset乘上2 只是这个offset今天 我要今天跳完之后 我要回到我原处 就原先这道指令 我不能更改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d 就要设成是-1 那呼吁的tools complement 就是11跟1 懂吗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你 你记得 你自己如果之后是在写 Assembler 就是你需要把你的 组合语言把它转成Machine Language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要把它考虑的事情了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跳到的那个here 代表的address是多少 然后你就要去跟现在 你执行到这里摆的时候 这个program counter 来比较 然后去算说我加2完之后 我要再修正多少 才可以跳到here才去 只是刚好在这里here 就是我原先这个位置 我先加2了 我知道我过程中本来 那执行拍不当的过程中 他就是帮我加2 那我记得onset要减 执行的时候 让他可以修正回去 所以这里onset才会摆复印 这是你要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可以吗 好 类似的概念也会在这里出现 一样我们就最后再看一样这个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在教你说 你要怎么样去下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machine language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onset 然后修正 要变怎么修正 我们看一下 这下面 这应该是你在 那个mplab上面会看到的 应该是画面 就是包含前面这个应该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画面 这是我们主要的程式 这是我们主要的程式 可以吗 那我们想要一样 那我们想要去讨论就是 这种说 做relative 所以是mode 这种branch 他的那些 edges 会怎么会设定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些 这都是任意执行 这任意选 这都是任意条的 这些指令都是任意条 第一个 我们先看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first 第一个branch 这个bz down 所以在这个第五行这里 bz down 这一道指令 bz down 这一道指令 好 然后 这个是 他的 这个是你的 memory address 这是你的 这些 这些instructions 被摆在 记忆体的上面的 对 对 对 address 应该是在 这个地方 这才是你的address 这是你programmemory上面的address 这是你的machine code 就是machine language 就是machine code 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bz down bz down 跟back 的 offset 是怎么算的 我们只要看这两件事情 好 bz down 你看 bz down 意思是我们只看 你今天如果 这个 就算晚间是zero的话 他必须要跳到这里来 跳到这里来 那你要 你要记得 当我在执行的这一道的时候 programm counter 指的这里在执行的时候 在执行的当下 programm counter 就已经会被programm counter 加二了 那你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情是 他那个什么 就是他如果今天真的 就是conditional 就是他的条件成立 然后他一定要branch的时候 他必须要跳到 所以你要再加上2d 所以 请问你 你后面那个d要写多少 是不是1 是不是1 所以我们回去看他的machine language 后面这个bz down的这个 后面这8个byte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后面的那个8个bit 他就是写01 意思在跟我讲说 等一下这个d就是01的意思 所以我等下修 等下我跳成功 我才会跳到这个down 这个programm counter 才会修正到这里来 同样的 那我们今天再看 如果你今天是看这道指令bz back back的话 那你就想 我们一样我们想要讨论的是 后面这个fa怎么来的 所以一样你在执行 比如你programm counter 指到这里在执行的时候 先fetch 你扣完之后 我知道我要做branch了 可是我到下一个 就是我在 真的在执行的当下 我的programm counter 已经被我指到这个地方来 对吧 已经加2 加2 加2个bz 但是我要说如果今天真的成功的话 就是这道指令真的成功 要branch的话 我要跳回到这里来 那请问你要往回跳 你先加一道指令了 那你要往回再跳几道指令 你才可以回到black 就123456 所以你后面要加的应该是2乘上-6 那你就要把-6的 那个tooth compliment把它找出来 所以fa是这样子来 就是你要-6嘛 所以我们先把正确的6写出来 就叫0110 就是你的正6 那你要变-6的话 要先做-1s compliment 就变1001 然后再加上1 加上1就变1010 1010 就是我的前面 不好意思 那前面这个应该正6 因为前面 因为是8个bit 所以 8个bit 这里就变转完 1111 然后这里1111 所以111010 1就是f 1010就是8加0 0个4再加上2 再加上0个1 所以就叫8加2就是a 所以fa是这样子来的 不好意思 你要知道 这个machine language 后面的这个offset 是你自己手动算出来的 懂吗 好 后面这里都来解释说 那个东西怎么运算 这个这个我觉得我刚刚已经讲得够清楚 我想你们 比较有听懂 你就管他了 对 这个都在讲 刚刚那个怎么运算的 最后一个 我们要讲这个bit addressing mode 好 你用这种所谓的bit addressing mode 基本上就是在跟我讲说 我可以直接去对 某一个 就是 某个 记忆体位置的 他 因为每一个记忆体位置 他会指着一个8bit的content 对不对 8bit的content 可是很多时候像 讲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很常要去 去 比如说port c 你会 你会 它基本上会对应到一个8bit的content 可是你很多时候你的device 只会接这个port c的某几个pin讲 所以你可能只要看port c的第三个bit 或是port d的第二个bit 所以 你可以在接完这个address之后 然后直接去对这个address的 这个8个bit 去指定说我只要看 这个data register 0x10 这个8bit内容 我只要看它是第三个bit 那第三个bit是这样子看的就是 比如说你今天12345678 这是0号bit 1号bit 2号3号 4 5 6 7 我要看的就是这个3号bit 所以0x10 它会指着一个8bit的内容 然后我只跟 我只对这个 就是 就只对这个去做bcf这道指令 就做bcf这道指令 那这个bcf这道指令做什么呢 它基本上就是 它要帮你就是要去把那个 去把 把他那个 把那个第三个 就是bit clearf 就是把 如果 就是把1清掉清成0 所以 他会去做的事情就是 好了 要不然你今天这上面原先假设 就我们讲那个最简单 假设全部都是1111 然后你做bcf 0x10 3 指的就是 对 0x10这个上面 8个bit的内容 我不管其他 其他bit是多少 我只看 第三个bit 我就是要把它set成0 clearf 就是把1清掉的意思 然后就 最后就出来结果就变111 0111 这样 那这个例子也是一样 就是原先是0111 100 这个是我的目标 我做完ClearF之后就变01 100 你会注意到 我的目标被清空了 在bcf 掉 好 就这样刚好 我觉得今天就 目标本来就是 讲到第5 就这样把它讲完 然后 回去慢慢跟同学讲一下就是 我也会发公告 我今天会把第5 上的影片把它上传 那 但是那个什么 那个 我中间有一段没有讲 所以我会放去年的影片 那 今天有讲到 但是去年影片没有讲到 就要靠大家去传播这些知识 就这样 好 那有问题可以过来问 没问题就可以下课了